大家好 欢迎来到第七届中欧国际文学节 本场活动的主题是 人性与幻想 现实与超自然 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做分享 他们是荷兰作家托马斯·奥尔德·赫维尔特和中国作家何希 在开始这场分享之前 请允许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两位作家 首先是荷兰作家托马斯·奥尔德·赫维尔特 1983年 托马斯出生于荷兰最古老的城市奈梅亨 他16岁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 26岁就获得荷兰历史最悠久的幻想文学奖保罗·哈兰德奖 2013年到2015年间 他联系三年入围世界科幻最高奖余果奖 也是首位入围该奖的荷兰作家 并最终在2015年 也就是三体获奖的那一年 凭借那天天地翻了个个 掌握第73届余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 成为继刘慈欣之后 第二位以获奖作品夺得此项大奖的作家 截至目前 托马斯出版了六部长篇小说 16部短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 其中由中国引进的小说 主要有两部 一本是短篇小说集 《雷沙革村的独默人》 这一本 一本是最受瞩目的长篇小说 欢迎来到《黑泉政》 这一本 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位作家 是中国科幻作家何希 何希是中国科幻新生代代表人物之一 有中国科幻四天王的美誉 何希从19岁开始涉猎科幻小说创作 迄今为止 先后17次荣获中国科幻银河奖 多次获得华语科幻新银奖 何希出版有《伤心者》 《人生不相见》《六道众生》等 20余部中短篇科幻小说 这是中短篇科幻小说集 小说天年荣获第27届科幻银河奖 最佳长篇小说奖 部分作品出版有英文 日文 藏文等一本 好了 两位作家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我是本场活动主持人杨峰 下面就进入我们的分享环节 在梳理两位作家的创作情况的过程中 我注意到在《维基百科》上 关于托马斯的介绍中 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不可预见》是19岁那年出版的 而何希创作第一篇科幻小说 《一夜疯狂的年龄》也是19岁 再梳理下去 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托马斯在2018年中国出版的这本 《雷莎格村的独墨人》里 八个故事中有六个故事 都是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 而何希创作的一系列中篇小说中 主人公使用最多的名字就是何希 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托马斯 赫维尔特和何希 两位作家都可谓少年成才 请问当年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你们提笔走上了创作道路 用第一人称写作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首先请何希老师来回答 在中国我们这一代科幻作者都是因为单纯的热爱开始创作 因为我们开始创作这个时代和现在还不太一样 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先是科幻迷 然后才是成为了作者 因为当时我们小的时候 中国也正好从一个长时间的动荡走向了建设 国家当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这样的大环境也促成了一代青少年 对科学技术的尊崇和追求 这是一个大的环境 而科幻就为我们这一代青少年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所以当时国内的科幻作品 它主要是展望科技为人类带来的福祉 它展现的是科技光明的一面 而科幻作品对这个科技的一些反思 那是比较后来的事情 我倒是觉得我个人用第一人称写作的时候不是很多 但是我确实用过笔名在作品里面出现过 我想第一人称写作的话 它可能会让作者读者有一种代入感 我个人用的作品里面出现的笔名呢 它不算严格意义的第一人称 它可能更像是一种趣味吧 谢谢 有请 Thomas 贺贝尔特先生 我爱故事 我来自个角色的角色 我认为一种最好的东西 你能给到一个小孩是一个故事 我幸运有几个故事 在我的生命中 我年轻人 我叔叔经常说我的故事 前面的床 我姨和我去到Amsterdam 他住在周围 他会坐在前面的床 和说明的故事 在夜深的故事 他们都是很可爱的故事 他喜欢在炸相当中 他喜欢的故事 你会说的故事 你会说的故事 那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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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適合了 但他都说了 我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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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爱他们 也爱他们 我爱他们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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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itself also threw things at me that I didn't understand my father died when I was really young, and I soon found that the only way to, you know, express my own feelings was to start telling my own stories, my own scary stories. So that's what I started doing when I was really young. And I think why I use first person perspective a lot, especially in the short stories that I write, is because it adds a level of personality to it, a level of really intimacy. You know, when you write, when you write stories, you want to touch people's emotions, because the stories you remember most are the stories that make us laugh or make us scared or make us sad, make us cry, and the stories that do that have to have a certain kind of intimacy, and therefore I use the first person perspective a lot. Not always, but it works very well.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人性与幻想,现实与超自然,在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写作中,人性和现实都是必不可少的元素,而在类型文学写作中,比如科幻、奇幻、异世界小说里面,除了人性和现实,幻想和超自然元素也是不可或缺的。 下面我想请两位作家分别从各自的代表作入手,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主题在创作中引发的思考。 我们还是先从何希老师开始,何希老师以往创作的诸多优秀中短片科幻小说中,无论这些作品是关于宇宙探险、时间旅行,还是关于平行时空、世界末日,最终都会回到对宏观科学以及人性善恶的探讨上面来。 而对何希老师出色的短片小说,三体作者刘慈欣曾发出这样的赞美,他说,我们可以被一部科幻小说中的想象力和创意震撼,然后在另一部中领悟到深刻的哲理,又被第三部中取折精妙的故事所吸引,但要想从一部小说中同时得到这些惊喜,只有读何希了。 好,那么就今天的主题来说,何希老师的短片科幻代表作《六道众生》,我觉得是最值得分析的,甚至可以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样本。 在这篇作品中,作者的幻想非常大胆,一眼看上去还有点神怪的味道,但实际上却是基于当时即将到来的世界60亿人口日,所引发的关于物质空间可否分层的一次深入思考。 好,下面有请何希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六道众生》这个故事,以及在你创作这篇作品的过程中,人性与幻想,现实与超自然是如何有机融合,相互依存的呢?有请何希老师。 《六道众生》这个故事它讲述的是未来世界人类面临的生存空间不足,于是科学家通过量子力学的原理, 将地球所在的空间区域,它划分为六层的独立的空间。 它这个原理并不复杂,因为按照量子力学的原理,现实中的我们的现实空间本来就是一种断序的存在。 空间最小的单元,由一个叫普朗克常数决定。 而我们在科幻小说中对此做了一些推进,就是科学家找到了另外的普朗克常数,从而开辟出新的空间。 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实际上比较务实的,就是我个人的作品一般都不会彻底的架空现有的科技体系,而是在尊重现有科技体系的前提下,做适当的推进。 其实你看三体它也比较类似,三体它写了三部曲,它写完之后,光速也没有被突破,仍然是尊重这个现代物理学的基本的光速,最高的就是不变原理。 这种方式实际上它会增加科幻的写作难度,有点像带着铁铐跳舞。 当然这个只是做着个人的一种选择,科幻的风格多样化,这个是未来的趋势。 六道中生它里面就写到,如果大自然是一位母亲的话,那么人类就是它最聪明,但也是最可怕的一个孩子。 就是人类特别的拥有智慧,它总是不断地向母亲索要,但是有些东西是母亲不能给,同时也给不起的东西。 不过因为这个孩子的聪明狡诈,他总是如愿以偿。 就像我们人类改变了一个物理常数,然后把空间分层,来为自己获得生存空间。 这个空间分层之后,虽然解决了生存的难题,但是分层这种情况毕竟是对大自然的一种修改,它不稳定,导致了危险。 然后野心家又参与其中,用来试图控制世界,最后人类用了整整一百年的时间才消除了危机。 就是这个故事的大开的情况,谢谢。 谢谢何锡老师的分享。 接下来就轮到托马斯了。 在问这个托马斯的问题之前,我想讲几句题外话。 就是我手中的这本《雷沙格村的独墨人》并不是从书店里买的, 而是这个2018年的8月,我去美国圣河赛参加世界科文大会的时候,在现场得到的。 因为当时在会场正好认识了豆瓣的编辑,其实就是这本书的《中国的引进方》, 他非常热情地向我推荐了这本书,并随手把他身上的唯一一本书送给了我。 于是这本书就陪伴了我后面的整个的旅程。 没有想到这次中欧国际文学节有机会跟这本书的作者托马斯参加同一场活动, 我真的感觉非常的开心。 言归正传,今天的主题是人性与幻想,现实与超自然。 在托马斯的这本短篇小说集《雷沙格村的独梦人》中, 其实有很多作品都暗合这个主题。 这些故事既有孩童的天真和残忍,也有成人的现实和妄言。 这些故事拓展了科幻的外延,把纯真和黑暗写入现实, 一半温情,一半惊悚,独来令人不忍视觉。 接下来我想请托马斯以短篇小说代表作《无影男孩》为例, 谈谈在这篇作品中,人性与幻想,现实与超自然是如何达到圆满统一的。 《无影男孩》曾经获得过两项荣誉, 余国奖提名,以及科幻奇幻翻译奖的荣誉奖。 有请托马斯。 《无影男孩》的《无影男孩》为例, 《无影男孩》为例 the First of the short stories that I wrote after writing, I think three novels. And by submitting to the short form, I wanted to grow as a writer, because writing short fiction makes you really think of every single word every word has to be there on purpose has to be there perfectly so this was actually an exercise for me to grow as a writer and i wanted to tell a story about being different something we all can relate to uh the boy who casts no shadow is about a boy who literally grows up in a town um his genes are a little bit mixed up so he literally casts no shadow because he lets through light also means that he has no reflection um and therefore he is being picked up on school he is you know people you know kids tease him they you know he's being bullied um he's different um i like the kind of stories where there's just this really weird element this magical realist kind of element but it sets in reality and everything is the same so if if a boy would be different like that yeah he would be bully that's cool um and then he meets another kid and that other kid has also a problem because he's made of glass and the glass mirrors so whenever people look at the kid they always see themselves reflected in the surface and they don't really see him they just see themselves um except for this boy who has no reflection of course so they bond together and get this really close intimate friendship uh that you know that is the key of the story this is a story it is funny but it has a lot of heart it's very emotional it's very touching a lot of people tell me that they read it and they cry and it's really lovely when when people tell me that 谢谢谢谢托马斯谢谢何希其实通过两位嘉宾的分享我们不难发现 无论他们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何希还是我无论这些故事中的何希和我的背景和性格有多大差异 有怎样不同的奇异经历我们都能从这些故事当中看到作家本人看到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年轻人的身影 探索与发现应该是两位作家共同的主题创作主题而这一切都是两位作者通过对人性幻想现实与科技超自然的深刻洞察和前瞻思考来实现的 在两位作家最为读者津津乐道的创作榜单上除了中短篇小说还有他们最引一位傲的长篇小说 下面我们就请两位作家分别从各自的长篇代表作入手跟大家谈一下聊一下这个创作的心得和体会 何希老师的长篇代表作是天年何希老师对这部作品中国著名的科幻作家王静康老师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描述 他说何希拥有广播的知识无论是宗教历史天文民俗名艳等都是信手拈来 依靠这些很硬的知识素材把天年的构思演绎得非常令人幸福有强大的感染力 以至于我完全无法分辨作品中哪些是真实而哪些是虚构 更有读者这样提价说如果说三体是最后的晚餐那么天年就是清零上河图 因为三体的故事情节推动的主角始终是人即使他的主题非常宏大 而天年实际上的主角是整个宇宙乃至时代即使他不断的抛出一个又一个的角色 下面想请何希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天年这部作品的创作缘起 并结合具体的事例 简要分析一下其中人性和科技的关系 以及在情节推动中如何实现人性与幻想 现实与超自然的和谐统一 有请何希老师 天年是一部长篇作品 所以他的创作的缘起 你要简单来说还不太好总结 只能从几方面来说一下吧 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发现 就是现在有很多地球上的很多现象 气候现象 它并不能够在地球这个范围内找到答案 甚至都在太阳系都找到答案 而是要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去才有答案 就是我们地球上有的气候变化 它实际上是一种 它不是地球现象 它也不是太阳的现象 它是宇宙的现象 我们一般的这种刮风下雨 或者包括奥尔吉洛现象 或者包括一些太阳黑子周期 这样带来的一些东西 它都是短期的 一般不超过几十年 最多就是几十年 但是有的现象 气候现象它是千万年级别 比如说大冰期 所以在这个天年作品里面 它就与这个为切入点 天年其实就是银河之年 是我们这个银河系的周期年 而人类的进化 其实与宇宙的变迁息息相关 七万年前 现代人祖先最后一次走出非洲 而当时地球上 可能就正好经历一次普通的冰期 它才导致红海海平面降低 人类才能够穿过红海海峡 从非洲进入阿拉伯半岛 如果没有这个冰期导致的海面降低 人类走不出非洲 可见人类这个物种最开始的成功 其实都是受益于冰河期带来的海平面降低 我们才能够遍布全球 在新的大陆环境下发展出高度的人类文明 而冰河期它很明显 用地球或者太阳系的一些周期变化 是没法解释的 大陆期一定要到宇宙中去找它的原因 像我们地球上像恐龙 大家都知道 恐龙它生存了差不多 如果作为大的物种 它生存了两亿年以上 但是它一直没有进化出高级的智慧 其实原因很简单 它没有必要 因为它生活的那个环境气候实际上是比较好的 而人类生活在新生代第四季 第四季大冰漆期间 人类是取得了飞速的进展 在进化方面 人类在这个环境的压力下 发展出高度的智能 所以有的学者就称人类为冰漆的孩子 是因为冰漆的压力 迫使人类进化拥有了智慧 甚至我们把时间可以再往前推 在几百万年前 也是因为气候变化 人类才从森林里 从树上来到了西树平原 而第一次从这个类人园中分离出来 这种大规模的超长期的气候变化 就是天年的一个创作的源起 也是它的主旨之一 天年它现在还没有最后完结 它后续的作品会出得更远 再来说第二点 缘起 天年它这个词在汉语里面有多个意思 它其中一个意思是指人的自然寿命 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以前认为 以前我们的古人认为 人的个体是会死亡的 而人类这个物种会永存 所以秦始皇他认为自己会死 所以他自己称自己为始皇帝 但他也认为自己的后代会继续存在统治 继续统治国家 所以他认为有秦二世秦三世一直到万世 他认为这个物种一直会存在 人类社会会存在 但是现在的发展可能给了我们 科技的发展给了我们不同的答案 就是人类的个体永生几乎是必然的 很快了 因为随着科技的医学的发展 但是人们会发现物种去面临了很多危机 我们的地球面临很多危机 我们的人类的文明现在是一个孤本 是一个就是没有辈分的一个文明 所以像马斯克他就提出来 我们人类应该尽早成为一个跨星球的物种 但他的目标现在可能就是跨行星 比如现在的新冠这种病毒 大家很多知道他最开始是在局部 一个省然后国家 然后进入洲际传播 然后进入全球 那很明显 如果人类现在火星上有机会的话 那么火星是不是就安全一点 那么就是说人类如果进入一种跨星球的 跨行星的物种 它其实就能够避免很多灾难 毁灭我们人类的这个孤本的文明 但是还不够 因为实际上行星跨行星的物种 仍然不是足够安全的 当你遇到太阳灾变的时候 行星物种 比如说太阳灾变的时候 你在火星也好 在地球也好 没有区别 但是你如果可以再走远一点 成为跨行星的物种 那你人类这个文明就会变得更 应该说就是更强热 更具有长久性 这也是天年创作的第二个源起 然后天年里面又写到了 我们人类面对危机的时候 不同的选择 人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 它这个几十万年来的发展 非常地复杂 这些族群之间各有目标和追求 在人类历史上 这些新旧大陆之间的族群的恩怨 非常地复杂 非洲人 印第安人 从欧洲亚洲的 欧洲白人之间的这种纠葛 也非常地深切 其实人类是一种厌恶迁徙的物种 没有人愿意迁徙 最初的迁徙都是因为被迫的 所以最初的亚欧人 他其实是竞争的失败者 他被迫背景离江 离开了非洲 但是他们的后代在旧大陆 就是在欧亚大陆上 发展了高速的科技 然后又杀回了非洲 奴役曾经的胜利者 非洲在作品里面也描述过 它实际上是 它的气候 对于它渡过像天年那种 冰河系的危机是有利的 那其实也就是说 有些族群 因为它当时是胜利者 它留在了舒适区 但是后来 故事我们也知道了 这个也是天年的一个 大的创作背景 在这些大的背景下 展开了关于天年的一个故事 至于说到人性和科技 在作品里面也反复地出现 其实我们作为客观作家 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记者有时候采访的 就遇到一个问题 他说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 这么迅速 我们的人性会不会被科技改变 我一般都说 你这个问题 是一个伪命题 因为我们的人性早就被科技塑造并改变了 我们的人性发展到 我们的人类人性之所以现在的模样 其实就是因为以前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我们人类发明了武器 发明了金属 也金链铁 包括发明了很多 这些东西实际上对我们人类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一夫一妻制 我们人类的这种团结合作 包括我们对子女的这种深层的爱 其实都跟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 有很大的关系 包括我们人类的孩子 为了学习这些掌握这些知识 需要长久的教育 导致我们这个一夫一妻也好 父母对子女的这种教育 其实我们的人性一须 他的研究就会发现 我们早就被科技改变了 那今后我们还会继续被科技所改变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趋势 谢谢 谢谢何锡老师的分享 的确在了解天年这个概念后 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感叹 这个生命的短暂 把活着的每一年 当成生命的最后一年 这就是天年带给人的感悟 因为天年对于这个物种的整体 比年对于生命的个体更残酷 大部分物种都很难挨过一个天年 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作品出版之后 很多读者把这部作品誉为 河西版的流浪地球 所以代表读者说一声 非常期待天年小说的续片 截至目前 托马斯已经出版了六部长篇小说 其中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就是这本 《欢迎来到黑泉镇》 这部作品因为得到超级畅销书作家 斯蒂芬金和奇幻大师 乔治·马丁的大力推荐而享誉海外 托马斯也因此被BBC誉为 欧洲幻想文学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之一 欢迎来到黑泉镇 首次出版于2013年 托马斯说 写这个故事的唯一目的 就是要把读者吓得不敢关灯睡觉 他同时还说 我努力利用现代技术 不像其他很多恐怖小说 面对社交媒体和现代技术 唯恐 必之不及 那么欢迎来到黑泉镇 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 作为第一个书写荷兰本土 惊悚文学的作家 托马斯又是如何在这部作品中 实现人性与幻想 现实与超自然的和谐统一呢 有请托马斯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我的书写一定 从一个不同的角度 我创造了感情 比科技更多 虽然技术是 一个大部分的黑泉镇 但是你正确 所以第一个目标 的黑泉镇 必须要是 创造你的 reader 你必须要有那种 感情的感觉 让自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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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转发 起来的电影 with hacks i wanted to tell a story that would touch upon universal fears that we all feel you know whether you are from the netherlands like i am or from china o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r from wherever in the world um people are really scared of a lot of things definitely and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but there's also universal fears that we all fear and that's simply the idea that your own personal safety your own personal security gets invaded by a force from outside and by losing our loved ones of course we all know that fear we all know the fear of losing our loved ones and those are key elements in hacks hacks is about a town that's harmed by this woman who was convicted of witchcraft in the 1700s and today she still haunts the town and she comes into people's homes she comes into people's bedrooms she's standing next to your bed for night on end just watching you even though her eyes are stitched up and her mouth is stitched up so she's this really scary figure but she cannot really do anything because she's stitched up and because her arms are chained to her body um even though the people are scared of her um they are also used to her and they use the technology to deal with the supernatural presence of the witch so everyone has an app on their phones where they can just track the witch and then um you know report her report sightings um you know internet is blocked by the town council because you cannot speak about her otherwise it may leak and the secret gets out and it all gets horribly wrong um so it uses technology in that way but yeah the first purpose was definitely to scare and i i discovered uh i went on tour for this book uh for a couple of years i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i went to brazil and south america i actually went to beijing in 2018 all over europe and wherever i go people respond to the same kind of fears like we all you know readers always tell me whenever i read this book i just cannot sleep because i see this figure of the witch standing next to my bed and it just gives me nightmares um and then i i'm like well if that works both in brazil and in the netherlands and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ve done my job well i think at the same time is also a social commentary on how people deal or how societies deal with you know forces from outside in this case it's the witch but it's it's about this town um that's controlled by this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body that blocks internet that uh you know makes rules that everyone has to abide to because they're afraid the secret might leak out um so readers around the world didn't respond very much to it because people are saying yeah this is the kind of societies we live in actually um so even though it is a scary story at the same time a story like this allows you to make social comment theory uh谢谢图马斯的分享 uh其实这个恐怖家科科技元素的奇妙混搭的作品 在中国确实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其中就包括跟何锡老师齐名的中国科幻 四天王作家之一韩松老师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我本以为欢迎来到黑拳镇 是一本纯粹的幻想小说就像乔治马丁那样但越看越觉越像斯利芬金的恐怖 小说具有深厚的批判意义读了他的书我都不想再写科幻了啊期待未来在中国 能读到托马斯更多的综艺本作品啊最后一个问题哈是代表屏幕前的读者的提问 呃请问两位作家的日常阅读喜好是什么样的是否会从阅读中找寻创作的灵感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写作从阅读中受益的具体事例吗啊先请何锡老师 呃我其实个人的小说的阅读量不大呃但是阅读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我觉得对于中国的科幻作家来说阅读呃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呃我个人的阅读兴趣 主要是在一些科技啊和历史方面嗯其实写作它一直应该说从阅读中受益 因为科幻的写作呃需要激发点我们现在我们的读者的眼界非常的宽 嗯所以导致嗯对科幻嗯因为本身中国的科幻的读者这个群体他就比较 他就他就他就跟一般的这个读者群体不太一样 而且他对这个作品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加上现在呃呃传媒科技比较传媒比较发达很多很多这种科技的新的呃新闻 一些东西出来之后很快的就会传播开来嗯 所以说这就要求科幻的作者应该有更大的阅读量同时要加入自己的思考在这两就是阅读加思考共同 相互促进,可能参加写出好的作品。谢谢。 好,有请托马斯。 Yeah, I read a lot. As a kid, I read a lot. I still do. I read very broadly. I read mostly fiction. I like literary novels, I like genre novels, I read some in translation, I read some Dutch authors, and I read some English language novels. Those are the languages I'm fluent in. But yeah, as a reader, even in this day and age when everything is really quick and everything is really fast with all the impulses from social media and from the news cycle that's going on and on, reading develops the mind. It develops your thought process, just like Aesha said, because it makes you get a longer attention span. And that's important in this day of age. And as a writer, it's essential because it develops your voice. and it's important to read different voices to develop your own voice. When I was younger, when I was a kid, what I used to do is I always would read a book that I really loved and then word for word write a page of that book on my own computer. Just look at the words and type them on my computer. Then I would close the book and I would try to write a page in the same style that that author used. So I did that with a lot of different authors by way of which I started developing my own voice. I discarded what I didn't like. I learned from what I did like. And that was a good way to develop your voice. But yeah, it's essential. It's like, you know, when you get in an airplane, you hope the pilot has done his lessons as well. And that he, you know, renews his lessons every while again, because you want to land on the other side. Same with reading. You hope that the author has done his job by developing his voice, their voice and their storytelling. Because the author of the author of China is very widely, and he loves his students. He is always watching his books from the short book of the auth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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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kindly recommend this book for the author of the author of the author. Really kindly recommend it.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chose this book. I watched the story in the first time. I just remember, I had to cut a word of a tongue and a tongue. It was very pleasant and very inspiring. It gave me some very clear印象. 但是这次呢 为了准备这个活动 我又把这个故事拿来重读 但是长读长新 因为很多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 阅历的增长 其实你对小说的这种阅读 对人性 对世界的一些思考 也会变得深入起来 我觉得托马斯的小说 我非常期待 因为我也是一家 我所在的这个机构 也是一家出版机构 我非常希望未来 有机会更多的引进 托马斯的作品 我现在这家公司叫 成都八光分文化 成都从这个科幻世界杂志社 分支出来的一家专门做科幻的文化公司 很棒 我认为我有一两个故事 在《SF World》 我们现在有几个新词 《Echo》 《Oracle》 另外一部 我们现在 再次发展到其他市场 所以 我一定会发现 《Oracle》 和西老师对托马斯这边 有什么提问吗 我刚才说了嘛 我就马上要准备看一下 这个 因为《非全身》那个作品 我看得太吸引人了 非常吸引人 对 好好地拜读一下 对对 我看到 我看到2018年的这个六七月份 托马斯曾经在国内 好像走了 确实在国内 好像是应该是呆了好几个城市 做他的这个两本书的宣传 其中有一场对谈是跟电子骑士 还有一场对谈是跟韩松老师 对 我做了 非常兴趣 我还没想到回来 我非常享受 我从来到中国 但我一定会再来 当然 你觉得 就觉得 现在的最多有机会 是 有所改善 总体的情况 然后呢 然后呢 有所改善 总体的情况 因为整个 这个 中意音的 这个人才的储备 在中国国内 应该是远远不足的 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三体的 它的影响力太大了 各个国家可能追的还是中国的 这种科幻作品当中的头部作品 所以除了这个三体之外的作品 我们在推动当中还是有很高的门槛 不过呢整体的情况确实还是在改善 因为现在中国国内有一批 非常有志于这个推广科幻的这种年轻人 在海外留学 在海外甚至于他们已经开始参与到 这个科幻的这种宣传推广当中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意大利的一些出版机构 或者是英国的一些出版机构 包括那个我们巴光芬和美国的 这个联合出品的一个叫科幻木科 银河边缘这个杂志 这个叫木科书 这个上面每一期都会有一篇小说 在美国的银河边缘上面被翻译出版 那是非常重要的 you know it's important because um you know western especially north american and british sci-fi and fantasy always used to be very inward looking you know that they did what they did and that was about it uh but it's it's great that borders are opening up and because different cultures bring so many interesting insights in genres like this like sci-fi stories from china are very different than sci-fi stories from romania for instance and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sci-fi stori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o it's it's great you have that um you know when these borders evaporate and when more voices get hurt i heard of it yes definitely yeah i would love to uh love to attend if possible yes 因为明年的科幻大会是在成都举办而我们公司呢也是这个其中大会的 重要的这个组织机构之一呃非常希望明年我们能以科幻大会的这个名义邀请 托马斯到中国来参加这次大会然后跟何锡老师我觉得我们可以 好好的聊一聊你们喜欢的这个文学创作 我之前在一个采访中看到托马斯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呃十一岁的时候他就在荷兰的一个书店满满的书架下许了一个愿望说我要成为一个北大的作家我的故事也要满满的摆在书架上摆在全世界的书架上每个国家的读者都能在我的故事中得到阅读的快乐我想这也是所有文学写作者的梦想 祝福两位作家比根不错好的今天这场活动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两位作家的分享